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1月17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事事 今天 也是同樣地晚了 不過不要緊 我們繼續有齊了 是今天的行常節目 敬請各位注意 雖然出節目的時間晚了 這一節我們要繼續跟大家揭露 叫做香港的 垃圾政策 垃圾政策 是與帶相關的 垃圾政策 第一方面 真的跟垃圾有關 第二方面 是指你的政策 極度垃圾 沒錯 這是最新的 香港學人 搞環保 學人搞垃圾徵肺 引來 民怨滔天 這個問題徹底不分藍黃 對所有留在香港的人來說 無論是濟港人士也好 留港人士也好 總之 又是一項 天路人怨的政策 我們早前也跟大家揭露過 這個 是叫做物業管理公司 到最終 可能又有包底 結果 推出一項政策 沒有人支持 不僅 還要 差不多引來全城反對 除了所謂的環保團體 到底 你的地方政府 到底你現在正在做環保團體 還是正在做一個 正常的政府應該有的功能 這一節我們要揭露 由原本最支持 香港政府的人士 變成了現在 最反政府的人士 尤其是這個垃圾徵肺 發生之後 這節我們說之前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繼續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優先保障了你的個人安全 還有個人資料安全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請各位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各位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各位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好 話說 有網民 看到 一個原本叫做全部支持 香港政府的群組 尤其是在2019年 當這個 叫做黃藍政見之分 是最大的時候 香港有一些群組 是所謂的藍絲群組 徹底 站在政權那邊 叫你不要搞搞震 不要搞那麼多反對 現在自打嘴巴 回力標又再正式出現 這些群組裏面 有大量的人 對 垃圾徵費 非常之不滿 這次以我們所理解 打中 所謂原本支持 政府的人是最多的 因為 垃圾徵費觸動到 大量想在 生活 正常生活的人 垃圾徵費 不單止無助 是所謂減少垃圾 反而製造了大量垃圾出來 例如 絕大多數的香港人習慣將 用過的膠袋 是用來裝垃圾的 但是現在跟你說 如果你不把 指定的膠袋 使用的話 就會 可能是犯法 結果 救救香港群組 是一個著名的 藍絲群組 對於 香港政府 這個 垃圾徵費政策 出現了 極強烈的反彈 看看群組裏面說 對於這個 垃圾徵費 有人出帖 勞民傷財 簡直對現在香港的情況 非常加灰 相關 指責 香港的垃圾徵費政策 鐵文引來大量 在群組裏面的網民回應 裡面 回應的人 彷彿 自己變成了 反對派一樣 就是所謂的黃絲 究竟有沒有聽到 全香港大部分市民的反對聲音 一意孤行 推出 這個 擾民的惡症 這個擾民惡症正正是 環保徵費 逼市民 去買指定的膠袋 根本大部分市民 都有 用 曾經 盛載過物品的二手膠袋 去棄置垃圾的習慣 另外 很多屋苑 每個月 都有垃圾袋派發 現在是不是要全部 將這些 派發的垃圾袋全部棄置 這個是不是就是他們 他們 這個簡直就叫反政府 他們的他 是動物他 究竟他們 是不是想達到環保 這個 政府簡直是禽獸 其後又有其他網民回覆 恆生指數天天都創新低 天天都好像股災一樣 還搞這些廢政策 真是慘了 經濟又搞不定 恆子 天天創新低 有德政 沒有搞過 垃圾災難政策 天天都跟你說 還要出來死計撐飯蓋 最新的消息 環保署出來說 說垃圾袋 如果包得不好 垃圾袋裏面 有垃圾 在袋裏面凸出來 職屬是違規 最高可以被罰款 不知多少錢 可以監禁六個月 扔垃圾 扔到要被人監禁 原來這個 叫做反送中 送中條例 不是刺得香港人罪痛 原來刺得最痛的 叫做垃圾徵肺 這個也算厲害了 有大量的人 這個不要忘記了 是一個支持政府群組 曾幾何時 現在變成了 簡直叫做反對派的集中地 恆指一日創新低 日日股災 這樣找誰來消費呀 有大量的人回覆 當然也有人說跟朱凱迪有關 這個 真的是有關的 因為這個朱凱迪也肯定 是環保界的代表 不過當然 只是從環保的角度說而已 因為朱凱迪根本現在 就是被困 現在繼續 是被 還押的 所以沒有可能 跟這次的垃圾徵費有關係 繼續有人回覆 說一個那麼簡單的問題 衍生出那麼多問題 你搞來做甚麼呢 令人頭痛 還有 回收點 即是垃圾回收點相當不足 回收 可在生物料 又沒有空間處理 然後也有人說 我以後不敢煲湯了 喝不到 媽媽煲的靚湯 因為 煲完湯有大量的湯渣 湯渣沒有地方丟 又要搞 指定的環保袋 還有 零售也受到重災區影響 也是一個 外賣的重災區 由於有垃圾徵費 邊商 外賣 零售 淘寶網購 有大量的包裝垃圾 現在這些 環保團體 出來 更進一步 進擊香港市民 現在 窗耳緊 大量的東西有膠粒 全部不讓你用 例如 花的膠袋 生日蛋糕 下面的托盤的膠托 購物包裝也不准有膠 連在街邊的扭蛋那塊膠也說要反對 甚至乎更加離譜 連發營屋 發營屋就會給你一把膠梳 他說交梳有膠 所以 要把 發營屋的膠梳 全部禁止 有網民問 有哪一把梳不是膠的 這條IQ題 我想到 有一種梳不是膠的 給你們想一下 想到沒有 都是爛Gap IQ題 就現梳了 總之這次垃圾徵費引來 曾幾何時 是最支持政府的人 是瘋狂反抗的 不僅 整個政策 對挽救經濟一些幫助都沒有 對環保的幫助 亦都 不倒有什麼效果 本身已經消費低迷了 你還要搞 這樣的惡政出來 其實又是搞一個 向市民開刀 的招式出來 這樣搞下去 上次就叫做反送中運動 再下一次 會不會變成反垃圾徵費運動呢 真的叫做無從得知 我們當然在第一時間 繼續和大家緊貼着香港最新的時局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ckshac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我來看看 好 我來看看 因為我 有些地方 感谢观看